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次要為各位介紹的一支產品是我們的湯 湯品粉 它就是我們的羹湯系列 那它就是我們羹湯粉的肉羹風味 那肉羹的由來呢 它是由閩南蟲銅的羹類料理具代表性的一種 那它也是台灣菜的代表菜設置 那在台灣呢 羹字呢經常做羹這個字 那羹字呢則是常使用在羊羹上 那肉羹呢它是普及在台灣市集販售的豬肉複食製品 那是一種大眾化的小吃 那它其實羹的做法呢相當的多元 不過在使用的食材上呢原則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主要差別是在火候的控制還有調味料的使用 那隨著台灣的經濟大幅改善了 然後民眾對於飲食也越來越講究 那早期將豬肉絲直接放入羹湯的烹調方式 就不再受民眾的青睞 那為了使羹湯呢整體的口感更好 那各地的台灣菜的師傅呢 它對於製作肉羹都有自己的獨特的秘方這樣 那不過整體而言呢通常是會使用到三種食材 那一種是瘦肉還有肥豬肉跟魚漿 那它這三折的比例大概是在8比3比1左右 那以上呢我們所說的這個比例呢 是我們在外面常吃到的一些新鮮肉跟它的製作比例 那其實我們體驗這支肉羹風味的羹湯 它是比較屬於傳統不添加醬油的那種 帶有一點乳白色然後半透明清澈感的感覺 那它不只可以簡單就是煮成美味的肉羹湯 然後也可以就是應用於各種各種料理 或者是當作為菜產品的調味料來做使用 因為這配方中我們有添加一些就是 可以增鮮提味的原料 那例如說像是一些水解植物蛋白跟酵母抽出物 它除了就是在成味上的有增加加分的效果以外 它可以提升湯品它原本的風味優點 然後也可以就是降低這些就是人工纖維劑的添加量 例如就是說像一些味精啊 愛家菌或是干貝素等等 那再來這支羹湯它其實它的油脂感是非常低的 那但是呢它的那個肉纖維又是非常足夠的 因為我們配方當中有添加一些糖果粉 然後來增加它湯頭整體的肉羹的風味 那另外呢配方當中也有額外添加了一些烏醋粉跟洋蔥粉 然後去提升它整體的厚實感這樣 那其實它的配料是非常簡單的 它你在製作這個肉羹湯呢 只需準備肉羹湯粉跟熱水還有新鮮的肉羹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不用再額外去做任何的調味 那製作方面就是非常簡單又方便 然後也可以熬煮也可以節省你熬煮那個湯底的時間 然後降低一些水電瓦斯的能力成本 那像我剛剛提到說我們有添加那個豚骨粉 所以你不用再另外準備做辣骨去做熬湯的動作 然後不只可以降低成本 又可以就是減少跟避免就是大型廚餘的處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肉羹湯粉啊 你不管是在家庭用或者是營業用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還有我們提議建議的比例啊 就是如果你有覺得感覺太鹹或是風味太淡的話 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喜好再去調整那個湯底的濃度 那又或者是你可以就是額外自己再添加自己喜歡的配料去做搭配 來增加你這個產品的豐富的口感上 那我們貼這隻肉羹湯呢 他準備的材料也是很簡單 只要準備我們的玉拌粉100克 然後還有冷水2000克 這樣就可以了 那他做法上呢 是只要將我們的玉拌粉100克跟冷水2000克呢 我們先攪拌均勻 然後攪拌至他完全溶解之後呢 接著呢就是可以加熱至沸騰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就可以加入自己喜歡的配料 然後去烹煮這樣 嗯 那像我們甜意他肉羹湯啊 他在製作上喔 我們會建議客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玉拌粉加水煮沸的時候 可能是需要持續的攪拌 然後並且注意你火候的大小 比如說你鍋底燒焦 那再來就是依照個人喜好 然後去佐亮的添加各種配料 例如說像肉羹啊蝦子啊小卷米干貝斯 或者是蟹絞肉等等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加一些蔬菜 像木耳絲香菇絲 木耳絲香菇絲或是蘿蔔絲這樣子 去做搭配 你也可以把它製作成各種海鮮風味的羹湯 例如說像肉羹湯啊 酸味肉羹 香菇肉羹 花枝羹啊 或是土豆油羹等等的 都可以在 就是依照個人的喜好 或是你營業上的需求去做搭配變化 那再來如果說你覺得 呃我們配方 原本他調起來的稠度不夠 因為呃我們羹湯 你還有搭配其他食材下去煮的話 食材本身有水分 然後會釋放出一些水分出來 就是導致說你煮起來可能就是會有點 稠度可能會有點不夠了 那這個部分沒有關係 你可以在自己外添加一些太白分水 然後是在自己去做調整這樣子 那又或者說你如果覺得 呃我不想要傳統的那種 呃有點乳白偏半透明的清澈感的湯底 你想要有一點熱的感覺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自己 自己再加一點醬油 或者是你覺得酸度不夠的話 你可以都在都可以再自己再加一點烏醋 或白醋去做調整 那再來就是肉跟湯啊 他其實有分南北 南北肉跟湯 就是南部湯會比較偏甜 但是如果你覺得甜度不夠的話 也可以就是自己再額外的添加做調整這樣子 那像肉跟湯的話 他可以應用變化的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像肉跟米粉湯 就是你先把肉跟煮好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主食材就是 替換成米粉或是油麵 或者是板條之類的 或者是可以再把它做成土拖 土拖根麵啊 去或者是一些蒜味肉跟 就是蒜泥放很多的蒜味肉跟 然後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製作成開洋白菜 就是有一點像我們傳統那一種 宴會上很常看到的那一種 乳白菜 但是它是有點帶羹狀的 那你可以這個部分 可以就是也可以再放一些 小菜絲干貝絲 然後再放一些鳥蛋去做搭配 那再來就是料理常會看到的就是 有一包心菜捲 那有一些餐廳它的包心菜捲 它會把它蒸煮好之後呢 就是外面再淋上一些醬汁 就是醬汁的部分 那有一些比較傳統的中式的餐廳的話 它會以這一種耳根湯類去做調味 也可以把它入菜到那種 比較算會類的 我這邊會為各位介紹就是 就是你把新鮮的食材 跟你的主要食材都把它 拌在一起炒好之後 然後再利用那個 我們的肉跟湯去做微煮的動作 那其實也還可以做成 白菜繪肉丸子 那這邊白菜丸子 你就是開始製作成小肉丸 或是大的紅燒獅子頭的肉丸 把它煮好之後 把它跟白菜還有我們的湯底 加在一起去繪煮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蚵仔麵線 它是肉味非常足夠的基底 然後去把它製作成蚵仔麵線這樣子 那以上這些很多種變化 其實都可以運用在很多產品上 那我們等一下馬上就為各位介紹示範的部分 好嗎 拜拜 好